剛剛那一台筆電是真的不中嗎 真的不中 我的手剛剛真的完全沒有在發抖 然後二頭肌也沒有爆炸 所以舉個三十分鐘應該OK吧 完全沒問題 我跟你講我拍平面照的時候就是這樣一直舉著 然後中間他們說要不要幫我拿 我都說這真的不中 所以可以邊拿著然後邊跳Vivo 是嗎 欸我覺得搞不好可以 但我沒這樣試過就是 等一下試一下 不然萬一真的摔到我也是 也是不好意思 剛剛有提到聖誕節是不是要跟教哥過 對 聽說要去看夜景是不是 對啊因為 我不知道最近是年紀大還是怎樣 就是以前聖誕你就會覺得我一定要到哪裡 然後去忍幾人 然後就是過這種真的很年輕人的聖誕 可是今年 我跟他說我們能不能去山上看夜景就好 然後我就突然回想 我從來好像都沒有跟 就是以前學生時代的男朋友 不是都會喜歡騎摩托車 然後夜衝到山上 我好像從來沒有夜衝到山上看夜景 這樣的經驗 我想說哇 居然是教哥幫我完成這件事情 所以教哥是第一個 嗯好像是耶 我以前真的沒有印象是跟男朋友 然後去山上看夜景當過 可是如果很多人呢 影響你們約會的心情 蛤我不知道耶 我去看一下現場的狀況 如果人真的就是真的也爆炸多的話 那我們可能真的也就是 就一點嗎 像是一道 什麼都備案 還沒有想到備案耶 因為回家吃火鍋也是不錯這樣子 很boring耶 去個Motel啊 真的耶 為什麼要一直去摩這個 聖誕節啊 我跟你講我真的不去的 哈哈哈哈 還是在家其實就可以 在家 就吃火鍋 嗯 就這樣吃火鍋而已 等一下我 欸他 喔對對我忘了講一個聖誕節的故事 哈哈哈哈 因為我一直都對外說 我最喜歡的節日是聖誕節 然後 他就在前陣子 我就看他偷偷摸摸訂了一個大象包裹 但是我一直不知道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也沒有去理我想說他又亂買東西這樣子 結果我就進去煮 煮碗飯給他吃煮一煮之後 我就出來看到他手忙腳亂的 正在組裝那個聖誕樹 然後我就覺得啊好感人喔就是 那也不是什麼樣貴重的禮物 可是就是他有記得我很想過聖誕節這件事情 所以他特別去買了一個很大的聖誕樹放在家裡 嗯 哇 對 你是不是覺得很boring 哈哈哈 浪漫耶 你們就已經是老夫老妻了 欸有一點這樣